欢迎大家收看电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消息人士称 华为与奥迪和梅塞德斯接洽 希望投资其智能汽车公司 快来买票参加转折派对 德贾丹·瑞特分析师说道 他还列出了首选项目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敦促特斯拉承认工会 并表示将保留其股份 每股期货平淡 交易员为通胀数据和美联储决议做准备 人工智能的市场势头才刚刚开始 其好处将逐渐显现 请大家收看 消息人士称 华为与奥迪和梅塞德斯接洽 希望投资其智能汽车公司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报道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已与梅塞德斯、奔驰和大众汽车的奥迪接洽 已收购其智能汽车软件和零部件公司的小额股份 作为其扩大中国品牌以外合作伙伴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此举也被视为保护企业免受未来任何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 华为上个月宣布将剥离其智能汽车解决方案部门 该部门正在寻求成为智能电动汽车软件和组件的领先供应商 该部门的价值预计在280亿至350亿美元之间 快来买票参加转折派对 德贾丹、瑞特分析师说道 他还列出了首选项目 加拿大环球邮报 根据德上银行房地产分析师凯尔·斯坦利的预测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ights在2024年将表现良好 他预测降息将导致资金从货币市场工具流出 重新投入收益股票 包括Rights 移民将继续对多户型、零售和自存储基金产生推动作用 斯坦利在该行业的首选包括 Innerant REIT、Killam Apartment REIT、Primaris REIT和Riocan REIT 与此同时 而BC资本市场全球能源策略师 预计2024年石油价格将平均为每桶79美元和82.50美元 最后 高盛首席美国股票策略师认为 除非美国经济增长显著加速 否则成长股将继续胜过价值股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敦促特斯拉承认工会 并表示将保留其股份 加拿大环球邮报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表示 特斯拉应该尊重集体谈判权利 但将保留其在该公司的股份 并寻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政策 特斯拉目前面临来自北欧地区工会和养老基金的强烈反对 因为其拒绝接受瑞典机械师 要求涵盖工资和其他条件的集体谈判权利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特斯拉的第七大股东 持有价值约68亿美元的股份 丹麦最大的养老基金Pansion Denmark上周表示 出于类似原因 已经剥离了其6900万美元在特斯拉的持股 美股期货平淡交易员为通胀数据和美联储决议做准备 雅虎 美国股指期货周一基本持平 投资者正在等待本周晚些时候公布的通胀和利率数据 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最后一次决策中维持当前利率水平 但市场预期2024年3月将有43.7%的可能性降息25个基点 5月将有76.2%的可能性降息 人工智能的市场势头才刚刚开始 其好处将逐渐显现 雅虎 巴格莱银行全球技术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克里斯汀 罗斯 德克拉克克里斯汀 人工智能AI将彻底改变科技行业 并将继续成为一场大规模运动 至少将持续到2024年 德克拉克和他在这家美国银行的同事预测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其产品的一个特点 小型科技公司也将受益 苹果 Alphabet Microsoft 亚马逊 Meta 英伟达和特斯拉等壮丽其家公司 已经接受了人工智能 小型公司和涉及网络安全的公司将加入其中 DUP和政府表示 他们的脱欧谈判还没有结束 BBC 英国政府和民主统一党DUP 否认了有关脱欧后贸易协议谈判已经结束的说法 这是对共和党声称政府已通知他们与DUP的谈判已经结束的回应 DUP抗议脱欧后的贸易安排 Netflix用户嘲笑埃隆 马斯克对离开世界的背后的抱怨 英国独立报 在新电影《离开世界》的边缘中 特斯拉创始人埃隆 马斯克对一场关于他的汽车的场景表示不满后 Netflix用户开始嘲笑他 四方应引领该地区在确保矿产供应链方面向前发展 日经亚洲 四方机制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 正在专注于确保关键矿产供应 因为中国加强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 四方机制旨在通过改革其采矿政策和鼓励私人投资来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 该组组还计划与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如韩国、印度尼西亚、蒙古、越南、智利和加拿大合作 解决印太地区关键矿产供应问题 四方机制可以在连接多边努力和创建支持供应链风险分散和多样化的区域框架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电动汽车工厂招聘速度不够快 日本时报 行伟曾是中国的一名电工 在过去的20年里 他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有了显着改善 2003年 他从一所职业高中毕业 开始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厂工作 年收入1150美元 他和另外三名工人住在一个宿舍里 只能买得起一辆黑色的三速自行车 然而 行现在是一名高级电工 为中国汽车制造商蔚来汽车在电动汽车工厂安装工业机器人 年收入接近6万美元 他最近购买了一辆价值5万2000美元的蔚来ES6运动型多功能车 这个故事突出了过去2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增加的机会 一些国家希望减少的污染超过他们产生的污染 这需要给大自然一个推动 美联社 丹麦 芬兰和巴拿马已经成立了副排放集团 旨在从大气中去除的二氧化碳超过其排放量 巴拿马已经通过其广阔的森林实现了这一目标 丹麦和芬兰希望分别在2045年和2035年实现这一目标 该战略包括减少排放 扩大森林和投资碳捕获技术 然而 该技术的反对者认为 它无效 经济不可行 且风险高 国际能源署称 全球大约有40个大型碳捕获项目 捕获的碳排放量约占总碳排放量的0.1% 周六夜现场开场秀引发争议 亚当 德赖福搞笑逗趣 朱利亚斯蒂尔斯客串亮相 亚当 亚当 德赖福第四次主持周六夜现场SNL 奥利维亚 罗德里哥担任音乐嘉宾 节目中还有朱利亚斯蒂尔斯客串 表演了他在2001年电影《舞出我人生》中的舞蹈 然而 该节目的冷开场段子 应对大学校长就校园反犹太主义作证受到批评 德赖福的独白和随后的小品受到好评 滚石杂志称他是有史以来最好的SNL主持人之一 凯特 麦金龙将在12月16日主持今年的最后一期节目 埃隆 马斯克在一次投票后重新关注了阴谋论者亚利克斯 琼斯 半岛电视台 埃隆 马斯克在进行了一次关于是否允许右翼阴谋论者亚利克斯 琼斯回归X平台的投票后 决定允许他回归 琼斯因诽谤桑迪胡克校园枪击案受害者家属 而被判支付近15亿美元的赔偿金 但在X平台的一次非科学型投票中 约70%的受访者支持他的回归 马斯克此前曾表示不会让琼斯回到平台上 称他对于那些利用儿童死亡 谋取利益 政治或名声的人毫不留情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 首先 华为与奥迪和梅塞德斯接洽投资智能汽车公司 这可是华为进军汽车行业的重要一步 接下来我们了解到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2024年将表现良好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敦促特斯拉承认工会 毕竟保持良好的劳资关系 对任何企业都是重要的 在股市方面 美股期货平淡 大家正在等待通胀数据和美联储决议的结果 此外 人工智能市场前景看好 未来几年将会有更多小型公司受益 在国际新闻中 四方机制将在确保矿产供应链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这对于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电动汽车工厂招聘速度不够快 但这也意味着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给更多人带来了机会 此外 一些国家希望减少的污染 超过他们产生的污染 这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最后 我们还了解到周六夜现场的开场秀引发了争议 但亚当 德赖福的表演备受好评 而埃隆 马斯克在一次投票后 重新关注了阴谋论者亚历克斯 琼斯 这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总的来说 今天的新闻内容涵盖了各个领域 从科技到汽车 从股市到环保 这些新闻给我们展示了不同行业的发展趋势和重要动态 同时 这也提醒我们要关注全球事务 因为各个国家的变化都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那么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华为进军汽车行业 你们觉得怎么样 对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未来几年的发展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我会尽力回答您的问题 谢谢观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